那我覺得358應該是定狼啦 剛聽完以上的發言 彥霖你為什麼會覺得說我就是是狼 因為 本場的重點就是 方向盤 你很可以耶 真的啦 相信我 欸 欸沒有腳印欸 沒有腳印欸 為什麼會這樣 他是走之前把腳印插掉了是不是啊 好 大家好 我是煎鱗 那今天這一局我本來想要拍法醫的 因為很多人說我很久沒有法醫的影片 但是我一做完這個任務就不小心拿到工程師拉 但是沒關係啊 我們只要儘快結束這一局就可以趕快拍下一局了 好 各位這邊注意一個細節 這個6號明顯比10號還要晚來這個任務的點上 但他卻比10號還要早做完這個任務 而且他是在通訊斷掉前就已經離開這個任務了 無非不是個狼人就是個小丑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要著重觀察六號的行蹤 我們找到六號了 各位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這個六號的行徑是相當的奇怪 喔 三郎暴露囉 HOLO MOTHERFUCK 大家這裡是工程師八部 九六四三郎 九號面刀四六手師 各位這把結束 九六四三郎 是在左上角嗎? 我剛剛看到四號在出物間給我擦肩耳骨 六號你離地洞那麼近 你為什麼不把他殺掉 這句話就不對了 就算他離地洞很近他也殺不到我 因為我是忍者流工程師啊 啊 本市場就當狼然後還被抓 好慘啊 然後看你們要先票誰 哎呀 好槍吧 結束囉 好 那這場真的是跟開場說的一樣啊 好 那這場真的是跟開場說的一樣啊 速戰速決 各位啊 這把我勢必要拿一個法衣來玩玩啊 好 那這把的工程師感覺是陳軒啊 他一刷完核對身份就會跳工程師啊 這局是怎樣 幸運值典滿是不是 兩個核對身份兩神值啊 那現在我玩到法衣啊 都不會躲那個儲物間老地方啦 因為這個太常躲啊 能被識破 法衣這個職業最重要就是存活率啊 你不用刻意的去抓狼 你只要活著 狼坑就會自己暴露 但也不是一直在等待 你必須要知道誰會對你造成威脅 以便你去防叛他 那經過剛剛的一圈 我們先來盤點一下誰有可能對我造成威脅 首先第一線威脅就是這個5號 他已經是沒有做任何任務 只是看了一下之後又跟著我出來 那法衣這個職業呢 是完全不能接近人群的 所以我們看到人呢 一概都是迴避的 那等待了這麼久都還沒出屍體啊 我覺得狼人一定是針對我而來的 那我手持這麼重要的繩子 我一定要更加小心 出屍體 3號剛好經過 這個腳印是358喔 那5號本身在沒有看到腳印 就在我的懷疑名單裡面 因為5號一直在亂逛 那3號是直接從屍體旁邊跑過來 所以這刀是初愛3 那5號可能是他的隊友 8號的話 就是只有腳印 那如果沒意外的話358都是 那個屍體在哪裡啊 我剛剛確實在雕像那邊看到35在那邊 排回來啊 那個5號 5還3好像有走進去那個 泳池那邊 我有在機動看 那6這邊 他的 也會感覺比較善意啊 我 我剛剛 一直都是在做任務 所以我才會一直在那邊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在亂逛 還有 那個 燕玲 你為什麼會覺得說我 就是是狼 因為 因為 你一直看到我亂逛 並不代表就是我 就是狼啊 有可能我在 有可能我在做任務啊 那 剛剛聽3號 我4號發言是還好 那這邊 明顯聽得出來喔 他是比較慌張的 是5號吧 他走進去 但 他就站在原地 他沒有想要去 做任務的意思 所以我這邊也會先踩步 我剛剛是先到 電力士校正配運盤 之後再到 後華園轉方向盤 後華園轉方向盤 然後之後我再去客房 剛聽 第一坨 跟你講啊 本場的重點就是 方向盤 那個5號一開始的第一站 在越南市喔 那他最後還在泳池 跟越南市這附近跑來 說明他的任務 是沒有方向感的 所以我會懷疑 那我覺得 358應該是定狼的 剛聽完以上的發言 我們先出3號 為什麼你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的路線 你是在 你是在地洞裡面看我 我是法醫啊 欸怎麼辦 3號是好人 那個是警長殺了吧 警長是誰 我需要保護啊 我是法醫啊 我跟你講 5號是真的有問題啊 5號是真的有問題 我也覺得 這個3號是 這個3號真的是意外啊 這誰槍的 這誰槍的 7號槍的啊 你很可疑欸 真的啊 相信我啊 5號是真低怪啊 我要去解決 我覺得5號 我也覺得5號 我也覺得5號 欸有死有死 來來來 來來來 欸欸彥霖 我把5號槍了 喔原來是你啊 喔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證明我是真法醫了吧 我踩3至少中2啊 欸有人死了 有人死了 欸欸沒有腳印欸 沒有腳印欸 為什麼會這樣 他是走之前把腳印插掉了 是不是啊 蛤 中下小 哇 沒沒 沒有我覺得下一次 1267啊 1267啊直接拍就好啦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4號啊 1267都帶啊 喔呦 哇 陳軒你還懷疑我啊 那個3號是意外啊 他直接從4里旁邊過來 我當然踩他 有法醫 就跟法醫旁邊有人 也好快 欸這個3號是衰人欸 他超衰欸 他直接從4里旁邊過來 直接變成第一嫌疑犯欸 他是水鬼 水鬼 刀法醫真的是 刀法醫真的是 他也是 有個人 沒問題 他 inform致 快點 啊 就是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